彭博社9月9日报道说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600天没有出访国外 习近平上一次国外出访是在2020年1月18日访问邻国缅甸 回国后5天 中共当局突然宣布武汉全面封城 从那以后 习近平再没有出访海外 在过去一年 他通过视频参加的十几次国际会议 同时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了约60次通话 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德国总理默克尔 和法国领导人马克龙的多次交谈 习近平上周五还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 10月底 20国集团会议将在罗马举行 随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将举办联合国气候峰会 外界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出席这两个会议 特别是气候峰会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彭博社报道说 一位政府官员和欧洲高级外交官称 习近平尚未确认他是否出席20国集团的会议 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 中共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 在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口 香港的政治自由和对新疆种族灭绝的指控上 发生了激烈冲突 报道说 习近平不太愿意出访 可能对于改善中国与西方等国家关系构成障碍 因为中方鲜少有机会在重要国际活动期间 让领袖进行面对面会晤 这无助于化解紧张关系 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公共意见与外交政策计划主任 卡萨姆表示 考量疫情暴露风险 中共最高领导层可能认为 现在仍不值得出访 习近平最近一次参加的视频会议 是上周四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都有参加会议 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自由世界论坛8月30日发布一份 《关于中共大使馆在瑞典威胁记者、政治人物影响瑞典社会言论自由》的报告 但却遭到中共大使馆的言论攻击 瑞典多个智库于是联名投书 谴责中共的做法 并要求外交部召见贵从有 据中央社报道 斯德哥尔摩自由世界论坛8月30日发布最新报告 改变战术的龙 中国大使馆让批评噤声的工作 揭露中共大使馆从2020年起 因为自由世界论坛一份分析中共使馆威胁言论自由的报告 而改变其威胁手法 自由世界论坛的最新报告发现 该论坛2020年的报告发布之后 中共使馆的威胁引起瑞典各界关注 中共使馆因而改变策略 从原本在官方网站上公开批评 转为私下即威胁信给记者 政治人物 学者等意见领袖 试图透过不公开的方式 造成这些批评者自我审查 让大众更难察觉中共使馆的影响 此报告一出 立即引起中共大使馆不满 并在9月1日与使馆官网上发布一份声明 声明指出 自由世界论坛恶意抹黑才是威胁言论自由 并提到世界没有他们 地球照样转 而且转得更好 中共使馆的这番言论引起瑞典其他智库不满 他们于9月8日联名投书瑞典晚报 三个智库的代表在投书中表示 智库的工作就是制造新知 新的想法来应对瑞典面对的挑战 在瑞典的民主社会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三个智库对各种议题的看法不相同 但在民主社会中这是很自然的 不同的意见可以透过开放的辩论相遇 智库代表认为 中共大使馆对自由世界论坛的反应令人无法接受 拒绝中共大使馆对智库的批评 以及任何威胁的暗示 投书中也重新列举了中共大使馆过去对瑞典所作出的威胁 例如国际服饰品牌H&M拒用新疆棉而遭制裁 记者优也因为报道中批评中国而被威胁将遭受后果 基督教民主党的议员汉普生被要求撤出有关欧盟 瑞典与台湾交流的两项法案提议 智库代表认为 这些作为都是对瑞典的媒体自由与民主极大的攻击 他们要求瑞典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贵从友 亲自解释相关声明 也呼吁其他相关的组织与机构 一起展现团结力量 声援自由世界论坛与其他智库 瑞典外交部安林德在接受瑞典电视台的访问中表示 训斥或要求智库的行为在瑞典市完全不可接受 而外交部已一再向中共大使重申此事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新视频的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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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